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部長 每個人都請部長 偶爾要請次長也可以 部長又請 部長比較有潛力,比較有潛威 你好,我持續有剛剛林廷會委員的那個問 陳廷輝,不是林廷輝 陳廷輝,那個 一般喔,在那個 自由,經濟,民主的國家,坦白說是沒有國營事業 只有在共產國家,集權國家才有 那因為我們是奉行國父的三民主義 為了穩定物價,所以才有國營事業的一個設置 那今天,假如國營事業沒有辦法穩定物價 漲價跟著漲,跌價跟著跌 那又因為他的漲價跟著漲,跌價跟著跌 而且造成,像中油還有一個台數 兩家壟斷的情況之下 那另外一家賺了很多錢 那剛剛部長談到說,那這樣會造成 假如說你油價不漲,會造成 中油虧損很多,或是電價不漲 會造成台電虧損很多 其實假如政府的政策 是為了穩定物價 它動漲,那它虧損 那老百姓可以接受 甚至於他們這些國營事業員工的一些獎金或薪水 並不能夠用他的那個賺錢以我來算 要看他的績效 譬如你中油,多少機器,多少的人力 可以生產出多少產能 用他的產能,用他的效力 來評估他的一個獎金或他的薪水 或年終獎金 那今天會被老百姓所罵的是說 漲價你跟著漲啊 跌價你跟著跌啊 那為什麼他還虧損 為什麼他還虧損累累呢 那這樣的話 我們設置國營事業有什麼意義在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很多國家 包括很自由化的國家 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國營事業 馬來西亞還是有國營的石油工在那邊 所以第一個報告是 很多國家都有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第二個 目前我們的原油、石油是開放進口的 但因為台灣的油價很低 所以很多進口業者 他們覺得無利可圖 不願意進到這市場裡面來 但是市場是開放的 不是,可是你要看喔 我們中油 假如說油價跟著漲跌的話 那台數賺 我們虧一千億的 那台數賺一千億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台數賺一千億啊 我在中油做過 所以大概也曾經有機會 把中油跟台數的等個資本結構 成本結構做過分析在那邊 跟委員報告幾點 第一點 台數外銷為主 第二個 他的產品 只要在石化產品在那邊 你今天是說 因為你的油價 你調漲一直調漲 就讓他獲利很多 那今天我在整個的一個經濟 我們還沒有完全付出之前 你油價一直漲 造成很多的一些企業的經營成本 也增加很多 尤其這兩天又要講那個人員稅 假如再把人員稅要加進去的話 那我們石油一公升要變成多少錢啊 那你認為說假如在這個時候 談這樣的一個能員稅的一個扣證的話 會不會阻礙到我們整個的一個經濟的一個付出呢 所以跟委員報告經濟部有兩個基本的看法 第一個是能員稅要開增這個社會有共識 第二是開增的幅度跟它的時機 我們覺得應該慎重 對應該慎重 所以現在是不宜嘛 以目前的狀況 以目前的 到年底之前 到年底 你不要這樣 因為你說齁 我們要我們明年 我們亞洲四小龍 可以恢復到前段班 我們可以恢復到前段班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很多官員 很多數據喔 或很多東西都講太快 這樣一個話 到底有多少的 多少的人會失業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個要看說將來我們開放 我們開放多少哪些產業 讓它進來 才能夠估算它的事業是多少嘛 那到底我們要開放幾項 都還不知道嘛 是怎麼算 也許我們開放了一項兩項 那事業就很少 假如你全部都開放 那當然 那你不要說幾十萬是幾百萬都有可能喔 所以很多數據喔 不能夠輕易就這樣 隨便就這樣講出去 你說好 你剛剛談到說 我們要到明年 那那個亞洲四小龍我們可以恢復到前段班 我能不能利用個機會跟委員報告個數據 這數據不是國內做是國外做的 包括IMF跟Globe Inside IMF的話呢 明年台灣成長3.7 比南韓的3.6 香港的3.5都要高 這是IMF Globe Inside的話呢 我們成長是4.3 比南韓的1.6 香港的4.0都要高 那假如說好 那假如說好 那假如如你所說的 我們的經濟成長會到明年恢復 那是不是你呢 看完是說 最好是說等到恢復以後 我們真的是整個恢復以後 再來討論討論那個客村0A稅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提過實際很重要 我們希望國內能夠承擔得起的情況之下 再來處理實際比較好一點 那尤其是現在現在這樣你看 這樣油價一直在漲 而且現在不知道說要漲到什麼時候 那事實上很多那個小市民喔 真的負擔都很重 尤其是油水電 這樣一直漲下去的話不得了 所以真的講要考慮到喔 動漲 那假如說你因為是動漲是因為怕 那個中油或台電什麼虧損太多 我就剛剛已經提到 假如是因為政策性的動漲產生很大的虧損的話 那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原諒 那今天我就一再講 我剛剛大姐講說 就是因為你漲跟著漲 你跌跟著跌還虧損 跟委員報告一下前一波的動漲 造成了一千多億的虧損 在中華來講的話 這個債務還在 並沒有拿掉在那邊 假如我 因為 本來就是你不管說全民負擔 假如說全民負擔能夠促成經濟的增長 創造國民所得的提高 那這樣也是值得的啊 對不對 現在就是要看就是說 你的整個的經濟效用 那還有民間的觀感的問題嘛 你今天國民事業為什麼被人要唾棄 就他沒有發揮他真正的一個功能 而且又都是虧損一大堆 那才造成 那個民眾的怨恨 又要領那麼高的年終獎金 其實是你的政策 害死那些國營事業的員工啊 所以假如說你是 當初是你 你就是有 他設置的目的存在 我都不漲 那虧損 虧損政府便宜算來補啊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才有達到那個效率 你也不會死得 另外其他的一些產業 其他像台速 都賺很多錢 我是記得很多東西喔 你要考量 不是說只有考量 一個單層面 不是他虧損 他的虧損是能夠促進 整個的經濟成長 和民間的民間 都能夠接受的話 虧損又何妨 便宜算來補又何妨呢 謝謝